2024年1月7日 大脚星人理事会 如何进入更高思维 传导丹尼尔斯克兰顿 一者扬声传导 大家好 我们是大脚星人理事会 很高兴与你们联系 我们当然知道地球上的生命有多复杂 我们知道你们的身体思想有多复杂 我们也知道你们的思想如何使事情变得复杂 我们也知道地球上的条件可能非常恶劣 极端和压抑 我们希望你们知道 我们看到并感受到了这一切 尽管我们对地球上的生命的看法和评估仍然持积极态度 我们建议你们注意什么时候你们的头脑把事情变得过于复杂 当你们走在一条又长又多风的道路上时 养成阻止自己继续进行那些心理体操的习惯 趁早放手你们会受益肥浅 尽早注意你们正在做的事情 然后改变它 释放并利用你们的呼吸让自己扎根和集中 让自己回到当下 回到你们的内在空间 那是你们所属的地方 你们的心智空间是第五维度意识已经活跃并为你们做好准备的地方 因此你们必须留意头脑将与你们玩的游戏和技巧以保持自身的相关性 这就是你们的思想每天所做的一切 就是当你们转变为以更高的思想更高的意识层次运作的存在时 努力保持相关性 你们看头脑非常善于专注于发生的事情 以及如何避免未来发生此类灾难 你们的头脑会创造问题 以便有问题需要解决 当然你们的思想也会非常专注于未来 直到那一刻 你们训练你们的思想专注于现在 专注于当下会让你们接触到你们更高的思想 以及在那个空间里可以带给你们的所有想法 所有见解 所有灵感 当你们脚踏实地以心为中心 感觉平衡时 这一切都可以在当下为你们提供 当你们过度专注于一件事 过去或未来时 你们就会失去平衡 松手 呼吸 放松到那一刻 一切都会被处理好 不仅因为你们有可以为你们做事的帮助者 而且因为你们会在那一刻将你们的振动 转移到非常接近或处于其中的振动 第五维度频率范围 当你们这样做时 你们就会出于最强大 最有创造力 最容易接受从上面不断向你们而来的所有帮助的状态 我们是大脚星人理事会 很高兴与大家沟通 2024年1月7日 大天使迈克尔 地球母亲的结局 传导 R.Anna Velasquez 译者 扬声传导 我心爱的灵魂们 我是大天使迈克尔 今天在这里向你们所有人 谈论有关的重要事项 你们的星球 如果你们是一个消极的灵魂 你们折磨 虐待或杀害其他存有 例如人类 你们最终会被从你们的身体中移走 变成一个泡沫 然后你们被放置在一个远离一切 无人知晓的遥远地方 在这个地方 所有邪恶的灵魂都以泡沫的形式翻滚 永远不可能再次转世 这是对他们的惩罚 让他们不停地漂浮 反思他们在拥有尸体时所犯下的罪行 作为一个黑暗的灵魂 你们周围所有的时间都看到的是许多其他的负面灵魂 他们看起来像泡沫 并且在彼此周围淡跳 他们也经常看到他们在过去的生活中对别人做过的所有坏事 他们甚至无法互相交谈 这就是等待任何想要对他人作恶的人的后果 你们不想成为他们中的医员 不想永远处于这种形态 而没有机会赎回肉体 这个地方是最高父神为所有邪恶灵魂创造的 这个太阳系受到保护并繁荣了许多亿年 直到邪恶实体突破并开始破坏这个宇宙周围的平衡与和平 这种情况已经持续很久了 包括阳生大师在内的神圣力量已经准备好结束这些破坏 心灵操 纵 痛苦等 看 人类发生了什么 变化如此之大 以至于他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了邪恶的反应 人类无法看到什么是真正的真相 遵循假名人的虚假叙述 他们崇拜撒旦教 并在撒旦仪式上杀害小孩子并喝他们的血液显得年轻 神圣和银河光明势力正在确保这些黑暗灵魂不会接触到年幼的孩子 许多名人都急剧衰老 因为他们无法再获得儿童的血液 黑暗存有偷走了人类的所有财富 只留下最低限度的生存 你们会想 现在你们所有人都已经醒来了 事实并非如此 数十亿人还在沉睡 否则你们会看到你们星球上发生巨大的变化 你们的现实中没有任何事情是固定的 只有混乱的负能量从世界各地的每个人身上发出 我想澄清一下执政官和太阳要班的问题 执政官是一个非常古老的银河文明 他们很久以前就离开了你们的星球 他们来到这里只是出于好奇 想看看地球将要经历什么新事物 他们在宇宙中长期存在 已经看到并做了一切可能的事情 执政官无法体验情感 所以他们试图透过人类来感受情感 最终他们感到无聊 因为执政官没有找到人类 所以令人兴奋并离开了你们的星球 去探索和体验其他地方的新事物 他们没有做任何对人类不利的事情 因为讯息中错误地描述了你们星球上的情况 太阳闪光或要班不会对地球母亲造成任何影响 当这些太阳闪光或太阳要班从宇宙太阳到达盖亚时 他们是完全无害的 并且没有任何力量以任何方式影响你们的星球 关于他们的一条又一条讯息 不会改变地球上的任何结果 当盖亚上发生扬升时 不会发生大型太阳闪光事件 只有神知道当阳升发生在你们的地球上时会发生什么事 是时候停止追随错误的叙述了 如果你们想看到进步 首先透过冥想连接到你们的灵魂 否则你们将继续被人类愚弄 只有神圣每天发送高频来打破你们的虚假现实 人类在他们的讯息中发布谎言和欺骗只会让每个人感到困惑 并且缓扬升进程 只有来自神圣的干预才能将一切都冲到表面 而不再可能在你们的世界中隐藏任何邪恶 神圣也有他自己的计划将地球居民转变为第五维度和更高维度 不幸的是 人类在这个过程中不能被信任 我们扬升大师可以看到 为什么一切都需要永远变成现实 人类仍然允许政客进行选举和控制叙事 他们都需要从身体中剥离并变成泡沫形式并发送到宇宙意识中 而没有权利再次成为肉身 你们所有人都应对地球上的混乱负责 但你们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阻止它 你们的命运掌握在你们的手中 灵魂总是选择它想去的地方 以及它想要体验什么 你们想来到这里 现在盖亚母亲的结局取决于你们 我心爱的灵魂们 现在是你们从这个虚假现实中心来并进入更高能量的时候了 机会之窗正在关闭 因为神圣不会允许这种情况永远持续下去 谢谢银河光明势力大使 请接受我的祝福和至高无上的爱 我们都是一体的大天使迈克尔